大家好,今天是3月20日,星期三 今天的大股大股已經不妥妥了 為甚麼呢?下個星期會期止結算 很多人都開始等了 特別是3月31日是一個重要的結算日 不單是公司的財務結算日 是很多金融產品、基金等 都是要在這日計算的 因此在大股大股中來說 有得賺的就保持著成果 沒有得賺的也差不多輸到七七八八 到現在來說,沒什麼地方可以追 唯有大家都是繞著手,不要動 真正要動,可能都要等到四月之後 當然,也可以有一件事 3月31日可以工作的人 因為是T加2 所以在這裏就可以這樣看 今天是板塊有一半升,有一半跌 哪些板塊升得比較多呢? 就是交通設施、電子設備、工商、服務等 煤炭一直都是強勁的 然後還有酒店、餐飲和行業 這些都是很小的 我們再跟進去看看 交通設施的話 有些灣區經濟是什麼? 一直都說 公路股是好的 為什麼呢? 中國的經濟開始復蘇緊 因此物流是多了 所以這些全部都有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啟示 我們會看到電子消費方面 亦都開始多了 為什麼呢? 有些叫做以舊換身 開始是慢慢做出來的 亦都有部分是改革他們的生產程序 工商及食物專業 這方面是很小的 你看這些就知道 有些叫做長久股品 我真的很好 很耳背 未有研究 不過可以去看看了解一下 然後還有煤炭 煤炭很簡單 煤炭一直都在動的 都在升 其次我們會有酒店 餐飲和休閒 這些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除了同情旅行方面 中國人國內的出行 是不可少看的 即是不要看得太少 我們再看看個別的股票 有幫保險這樣跌白 肯定是有基金大戶出貨 這些基金大戶出貨 始終也是一個很簡單的 即是怎樣呢? 不排除是有政治原因的 現在就說完了 再去其次看看 其次 暫時都是保里加通道 是中族方面 移來移去 保里加通道是16622 今天是16671 以及16570 因此 因此 應該就說 既然是這樣的話 雖然長期 我繼續看 可以去到183 183 比較長期 183 即是這些位置 應該去到 6月 即是 第二季度 短期 暫時你不能夠說 現在說183 一定會被人罵 短期便縮回 保里加通道是上下軸 它將會在這裏 作為一個窄幅度的橫行 即是好像這裏 窄幅度的橫行 那橫行多久都不知道 在這裏 起碼 由9月 到10月 可以走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 可能會跌下來 不過我估計 幾個月之後 會滑上去 因為 中國經濟開始是很緊的 很多東西 即是財政 已經落地了 因此 因此 有東西可以賣得到 經濟會帶動得好 要記住 兩會之後 錢是出來的 其實 那些錢 在去年 已經開始慢慢出來 不過 你給了舊錢 即是 即使你中了 六合彩 金多寶 很多錢 你還有時間去領獎 然後再去買東西 那你差不多 消費能力 要等於一兩個月之後 才能出來的 所以 兩會之後 很多錢出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 4月5月 經濟指標 就會開始上升 好了 我們來看看 這裡就是這樣 好嗎 看看有什麼 是股票可效的 金碟 是股票可效的 是股票可效的 是股票可效的